我们辛辛苦苦 在这里赚了一些钱 被人骗了 被人坑了 心里很难过 这个念头不好 这个念头是什么 将来会到默鬼道 会去讨债 这是因果报应的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纠缠不清 这个事情麻烦 你真正搞明白了方向 想到什么 想到他是未来佛 他本来是佛 我本来是佛 我拿这个供养他就好了 你不是先开一劫 不是欢欢喜喜的了 有什么了不起 事善事物都在念头 你只要把念头放下的时候 像我两边都不着了 清净清先前 这才是大理 然后你会感激 那个骗我的人 坑我的人 他是菩萨了 要没有他 我怎么会放下 他这一实现 我明白了 放下了 不但不怨恨他 感激他 他帮助我提升了境界 他帮助我 回归到清净心 那么我们要问 他还有没有抱怨 他有 他要不回头 不像我这样一样的回头 他有信罪 用什么呢 欺骗别人 侮辱别人 毁谤别人 陷害别人 这都是有罪的 这个罪他逃不了 他必须会要受 除非忏悔 真正忏悔 彻底放下 如果不能参除 这个都是三国道 很麻烦了 英国是真的 不是假的 人真正明了英国 心就会有悦素 决定不敢 为非作呆 不但不敢做 念头都没有 不善的念头都没有 这样的人 发喜充满了 长生欢喜心 为什么呢 慢慢的 远离这个世界了 这世界 染污 不干净了 远离 汇土 我们将来 神净土 这个人物 要从心地上放下 不是思想 思想放下 没有 要从心里放下 心里面 痕迹都没有了 你真的回归清净了 自己心目当中 跟 世间自在王 一样 看一切众生 都是祝福如来 我们对祝福如来 应该 恭敬 供养 这个心 生起来 好啊 这 这佛心 你跟佛 菩萨没有两样 你入了他们 这一流 现在人家 入他们的俱乐部 你就提升到 佛菩萨的境界里去了 不要 有怨恨 也不要 有狂欢 那个都不好 那都是 都是烦恼 喜怒 哀乐 哀无欲 统统要放下 在这个世界 你看看 佛菩萨 他们是怎么演的 演书吗 他们所表演的 就是 娑婆世界众生 修行的好样子 表演出来的 十善业 三归五界 菩萨六波罗密 扑行 神愿 最圆满 究竟的 是这一部经上讲的 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 说的详细 我们的运 要跟四十八愿 相同 你跟阿弥陀佛 同运 同行 同运 同德 同行 你到哪里去 变法 叙虚空 只有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跟你相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